大家好 這裡是原來是這樣子的頻道 已經進到算冬天了 現在因為已經過雙降了 所以應該可以算是一個冬天的開始 這時候已經可以轉肥料了 已經可以轉成開花肥了 因為它現在的天氣開始越來越寒冷了 但你可以給它一些開花肥 讓它蛋鈴甲的比例變化 這時候呢 你的食乎藍就會開始變粗 它就會開始變成肥肥壯壯的 那跟夏天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夏天你給它的肥料應該是 蛋的肥料會比較多一點 這時候你就要改一些肥料 讓這些蘭花開始進入準備渡冬的感覺 不同的肥料會造成它的狀況的不一樣 這時候我通常會建議現在開始 甲肥跟鈴肥開始加重 加重比例 這時候它的那個球晶 這個我們叫球晶 枝條的晶 除蓄的這個地方 它就會開始變粗 如果你沒有用的話 其實它變粗的程度就不高 我是建議 食乎藍這時候已經可以開始準備 給它一些 讓它變粗儲存養分的東西 然後它就開始準備度過冬天 那度過冬天是它也會吹它的花 它也會造成它的花芽的產生 慢慢的產生它的花芽 這時候 食乎藍類的東西會很明顯的 造成它的這種金布的變化 你會發現說它的金布會變粗 然後葉子有些如果沒有落葉型的話 葉子會變厚實 這是不同肥料的不同的效果 但是有些像蝴蝶藍類的話 你給它淋甲肥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吹它的花芽出來 就是花開始會準備開放 這很好玩 你看喔 不同的肥料只是比例的不一樣 會造成它的完全性的那個植物的反應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呢 不同季節 他們會有些人會強調說 不同季節要不同的肥料來處理 有些還有專門在賣 有人在專門在賣 那種秋天專用肥啊 冬天專用肥啊 隨著季節不一樣 它的淋甲的比例可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的建議是現在可以開始 撕一些淋甲肥給它 讓它的 有些人會用那什麼 花寶的 花寶系列 花寶系列開花肥也可以 開花肥其實就是淋甲肥 比較重的肥料 那當然你有些人是專門用 專門的淋甲肥 什麼高淋甲啊 那一類的東西 就是那種說 有人就問說 肥料到底只能用給狼花嗎 或者是只能用給 某些植物嗎 我的概念是 肥料都可以使用 只是差別在你的濃度的多少 每種濃度對蘭花的獸性不一樣 就是那個承受的能力不一樣 有些蘭花會比較喜歡種肥 有些蘭花比較喜歡輕肥 像天空石狐它是喜歡種肥 那如果其他的石狐 也是石狐類的 對肥料抵抗性都還不錯 我覺得一般的石狐 像這個是台灣的紅花石狐 它其實很重肥 可以讓它很重的肥料 而且它的結晶會長得非常漂亮 那所以呢 看你的種類跟品種 大部分的石狐籃 對肥料的承受度都很高 而且你給它重點的肥料 它其實是不太會出現什麼事情 但是蝴蝶眼就不行 蝴蝶眼對於重肥是很敏感 如果你給它太重的肥料 它其實很容易死亡 很容易受傷 很容易造成它的肥傷 什麼是肥傷呢 肥傷就是肥料濃度太高 因為植物呢 它是靠滲透壓吸收肥料 然後吸收水分 當肥料濃度太高的時候 它沒辦法吸收水分 沒辦法吸收水分的時候 它的根部啊 或者是整個植株就會缺水 這時候就會吸不到水分而死掉 所以呢 在施肥的時候適當的濃度是一定要的 不要太濃 也不要太濃 太濃沒關係 濃一點沒差 但是如果是太厚就會出問題 好 像這個是一樣是諾比利亞 這個系列是諾比利亞 諾比利亞其實是一個 非常 非常粗壯的 現在還不夠壯 如果你施菱甲肥 它會更壯 所以你在施肥的時候 像現在就可以換肥料了 現在它的新亞已經開始準備 所以差不多已經結束了 這時候就已經可以換肥料 讓它的那個 牙變得粗粗壯壯的 感覺就會完全不一樣 住過冬天 ok 那今天所講的就是肥料 然後度過秋冬了 好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